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關與美國談判的全權代表 劉鶴已經到達美國 在美國的時間 星期三 會與美國談判的代表 包括貿易代表 萊特希澤 和財長武蔭 會做一連兩日的貿易談判的高峰會 到星期四 劉鶴就會和特朗普回面 在這期間 談判還未正式開始 雙方都放了很多風 亦反映到談判的進展 究竟是難 二 有沒有機會達成協議 這裏有很多矛盾的消息放了出來 很值得跟大家分析一下背後的動機 或者來龍去脈 這個甲派 這個美國的甲派 大家都知道財長武蔭是甲派 在去年5月和劉鶴談完之後 說達成協議 有關於中美貿易赤字的問題 達成協議 但劉鶴歡天起地 跟他老闆報告完之後 特朗普全盤推翻了 這次又是跟團隊見面 不過以鷹派萊特希澤 變成談判的頭 但是這個武蔭又會出來放消息 說如果中方會作出足夠讓步的話 美國或許會取消所有關稅 而且強調 告華為和告華為CFO 孟晚舟跟貿易談判無關 完全是兩件事 這個武蔭 其實這個說法不止第一次了 他最近接受Fox News 親特朗普的保守派 Fox新聞訪問的時候 說中國可以採取行動 結束兩國的貿易戰 預期這星期的貿易談判 會有重大進展 他說美國已經表明了立場 假如中國在貿易問題上 提出足夠任務的話 美國政府可能會尋求 撤消所有關稅 又找美國控告華為 是獨立事件 跟兩國的貿易談判無關 中國這個強制 其實轉而是談判其中一項議題 而違反美國的法律事項 就需要用其他途徑去處理 武蔭其實對華態度溫和見稱 他事前也傳了很多消息 說不如首先取消部分 中國貨品的關稅 以換取中國在結構問題上 作出讓步 這消息透過他不知什麼 吹風會 後來美國政府就否認 有個說法是羅達希澤 這個鷹派強烈反對 還未談就讓步 有沒有搞錯 大家看到 特朗普的團隊 這個談判團隊真的有分歧 分歧更早 去年年初已經開始 去中國的時候談 已經有分歧文說 在裡面喊大交 幾乎決裂 後來談完第一次 留學去美國談 談完達成協議 最後被特朗普推翻 我相信都是以萊特希澤為首 又或者以納馬羅裡面的鷹派 說服特朗普做這件事 推翻成協議 我覺得這次鷹派的較量 最後我自己的研判 應該是鷹派贏的 他們的分歧是什麼呢 鷹派的要求是 向中國提出更嚴苛的做法 一直說不可以半途而廢 不可以半桶水 不可以談完之後 表面好像作出讓步 但實際上是很難執行的 而武蔭和庫德羅 白宮的經濟顧問 其他人就著眼於說 這樣做呢 如果達成協議 就令美國的經濟 可以持續增長 股票就會上升 這兩件事 大家都在國力 說服特朗普 特朗普當然想兩樣都要的 我一直都這樣說 就是提振的股線 提振美國的股線 是特朗普的政治的心田圖 令他有機會延續他的政治生命 但是特朗普也是受鷹派影響 希望這次的談判 中國可以作出結構性的改變 另一個消息來自日本的《日經新聞》 中國和美國代表會面時 會提出結構性改革計劃 為放寬外國投資限制等措施 提出具體時間表 以便雙方確認進展改革 包括知識產權保護等議題 而今年3月的人大會議 中國已經提交一個 有關於外國投資者的法案 說要禁止有關於強制的技術轉移 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等等 我相信這個消息 其實是中方放給《日經新聞》的 希望可以出口轉內銷 或者出口轉到美國燒 令到在談判之前 可以製造一個相對地良好的氣氛 即是說我現在作出讓步 可能某程度上想燒淡了 引渡孟晚舟控告華為 這個負面的新聞 究竟是不是好像《日經新聞》的說法 就是重大讓步呢 那麼容易讓步呢 是不是真的在讓步呢 有很多外媒體的評論或分析 其實達成協議的機會 其實不是很高的 因為問題是非常複雜 那麼複雜在哪裡呢 複雜就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美國對中國提出的要求 你剛才說的 強制技術轉移 保護知識產權 進入中國投資的門檻 又或者股權分配等等的問題 甚至是補貼中國的企業 又或者有關於審查協議進行成怎樣 我剛才說過這麼多項 中國是相當難接受的 這個講法連外國的專家也好 或者是中國內部的分析人士 都覺得這是適合主權的問題 是很難接受的 這些結構性的改革 一路的講法就是沒有什麼大的進展 你信不信日經新聞吹的風出來說 中國會作出重大的讓步呢 分析就是這樣的 分析就是 這個結構性的經濟改革方面 一直都說是沒有什麼大進展 美國這些要求是為了結束 美國企業對中國強制性其實轉移 工業補貼 對外資企業其他形式歧視 這些分歧點在兩個貿易爭端裡面 是核心地位 就不是說中國將大量採購美國貨 在六年內買一萬億美元的貨品 這個比較簡單 還有一件事 最難接受的就是 美國還要求一個機制審核 和執行中國作出這些承諾 這就令到談判會增加重重的障礙 當然包括華為被起訴 這件事會令到談判增加一個新的變數 因為針對華為的執法行動 一路的說法就是和貿易分開 無論商務部長也好 財長也好 全部都會分開 但是這件事是政治性的 所以很難分開 北京也是這樣想的 譬如說強制技術轉移 雖然說立法禁止強制技術轉移 但是中國官員 到今天都沒有承認 這是一個事實 一路都否認 我們根本從來沒有強制技術轉移 從來沒有強制技術轉移 對於國有企業和產業政策 要求中國提出修改 中國認為是侵犯它的主權 中國內地社會科學院的 美國問題專家 是這樣對金融事報說的 他說美國要求我們解決一些 不存在的問題 例如強制技術轉移 這根本要求很難滿足 他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 國有企業只是中國的經濟支柱 中國也很難改變這個情況 就是說你要將它的國有企業 大家都知道國有企業 即是國家主導 而且它的贊蝕等等 由國家作主 你蝕可能會補貼給你 用補貼給你去增加你的競爭 這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性質 你要改變國有企業的補貼 中國會否讓步呢 另一件事就是 萊特希澤是堅持的 堅持的 要定期審查對那個協議 定期審查 以確保履行他們在協議裡面 作出的承諾 這件事中國來說 是慢慢不能夠接受的 這位中國人民大學 外交關係教授政府的顧問 英雄說中國不太可能 同意美國要求執行審查的制度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談判其實很有機會陷入困境 劉鶴的談判 將比中國預料的更困難 而外國專家也是這樣說的 劉鶴最有可能的就是 將之前的承諾和改革計劃包裝一下 同時寄望於特朗普最終 被中國大量購買美國農業和能源的 大宗商品承諾所打動 我相信現在中國的策略也是這樣 我剛才所說的強制技術轉移 侵犯知識產權 現在他說 我特別立法立了 保護外商 這是一種包裝 產業政策 你叫我們不要補貼 不行 這跟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有關 我們不能這樣做 這跟我們的主權有關 我答應 我中國人民也不答應 萬萬不得 你不要強制我們所難 譬如說 有關定期審查 更糟糕 突然給中國人民想起 自外法權 法租界 八國聯軍 英法聯軍侵略中國 各地賠款 那些掀起民族主義的情緒 不行 不如這樣吧 你說了這麼多項 這些重大的結構改革 我就答應你不會強制其次轉移 答應你會保護知識產權 其他兩項 包括產業政策的改變 不要補貼國有企業 包括定期審查 最好不要做 沒問題 我們跟你買一萬億貨品 分六年 令到貿易測字減到零 甚至我們買你的東西 多於你買我們的東西 令到你有順差 好嗎 我們很多錢 我們現在越來越富有 外匯儲備也相當多 用這東西去換取最難接受的美國 提出的要求 用錢去打動特朗普 他們估計特朗普是一個生意人 他要做一個大交易 一個good交易 一個big交易 一個great交易 對不對 成交 搞定 他可能成了談判策略 就是如此 劉鶴在華盛頓的迴旋 餘地是怎樣的呢 北京方面的態度 可能是因為華為的事件 你看到外交部等等 都顯得很強硬 如果在華為的事件 你會看到這樣 在華為的事件 激怒 不單是激怒 中國執政黨 中國共產黨 更加激怒中國人民 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 如果劉鶴作為習近平的全權代表 和美國談判 作太多的讓步 甚至可能牽涉到衝擊 侮辱主權的讓步 劉鶴是不會做的 因為這樣做 對他的官衛也可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另一件事就是 對於中國來說 這也是一個制樣 因為中國是近二十八年 近三十年 經濟的增長是最低的 中國經濟也面臨很大的困局 有崩潰的危機 現在拼命用類似量寬的方法 是嗎 降準 可以釋出 數以萬萬億計的錢 用來頂住GDP 這樣的情況下 對於中國這次的談判 亦是至於成功不去失敗 變成兩方面如何權衡 究竟中國的強硬 或者中國的不肯讓步 會不會令這個談判抓到呢 又或者中國承諾買大量的美國貨幼 會不會打動特朗普呢 等等這些全部有相當多的變數 所以另一個變數就是 特朗普究竟是受到 這個鷹派的影響大一點 還是鴿派的影響大一點呢 換了來大喜集 當然有特朗普自己的想法 但是特朗普也是相當難觸摸的人物 他最後究竟會不會是 站硬還是作出樣貌呢 沒有人知道 大家都會用一個做紅唸 一個做白唸的方法 去提出種種種談判事前的風聲 用來打亂對方的談判策略 最後的結果是怎樣呢 很快就知道了 美國時間星期三就開始談了 我相信談兩天 如果什麼公佈都沒有 起碼都有一個初步公佈 雖然談完兩天之後 大概還有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的時間做到這個洗線 如果我們看到初步的公佈 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 那就知道大概 談判的結果 最終是否能夠達成 深藉口快兩週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都可以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的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又或者你用這個 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寫這個名字 寄去這個地址 我都收到 你要我的銀行戶口號碼都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週年